王院長 毛院長 各位大家好 新的年頭開始 先祝福大家 陽年行大運 大家都健康平安 幸福快樂 本席特別要關注的一個議題 就是剛剛很多委員也提到的長期照顧服務法 這個法本席在101年的時候就已經提出 已經歷經了將近三年的時間 到目前為止 我們還沒有看到它有刪讀通過的情形 這個法的重要性 我想大家都很清楚 這幾年來 台灣因為經濟成長 衛生環境醫療技術 還有各項的保障措施 所以我們的老年人口成長非常的快速 那麼今年已經到了275萬 明年可能以5%的速度會到307萬 那麼失能的人口也高達70萬 所以政府應該全面來思考這個非常嚴重的問題 再加上我們的勞動人口減少 外勞這個勘復 像印尼有可能 未來在東南亞經濟成長之後 也不見得會再輸入 所以呢 政府應該及早通過這個非常完整的 整合所有居家 社區 機構 各種照護 護理 養護 還有安養機構 功能協調的這個長期照護法 那麼民進黨一直以這個長照基金的來源 非得一定要有贈餘稅 遺產稅 營業稅 這個放入 這樣的一個堅持 我想這些都需要來討論 那麼也希望我們新的行政團隊呢 及早跟民進黨做一個溝通 這個法的通過 對於整體社會的安定 還有對於未來這個勞友所中 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福利政策 也是國家安定的政策 那麼其實呢 國民黨執政以來 本席在交通委員會 我們做了非常多交通的建設 包括觀光的發展 那麼也許呢 很多好的政策 並沒有直達人心 我想新的行政團隊希望在未來考慮到所有政策的推動的時候 第一個 應該先考慮到我們這些年輕人未來的發展 另外呢 所有的民生消費應該都站在基本工資的承受範圍 我想以這樣的一個思考所做出來的政策 才能夠真正的讓民眾有感 我們非常希望這個毛院長的團隊能夠在不算太長的執政時間裡面呢 能夠直達人心把過去的成果也呈現出來 謝謝大家